肝臟是人體主要和必須的器官 它有三種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儲存你的能量 它會將你的血糖調節 即是餐和餐之間的血糖由肝臟釋放出來 第二個功能是製造一些必須的蛋白質 例如瀕血的分子都是靠肝臟製造出來 如果肝功能不好 人們容易流血和流血之後 止血的速度就會很慢 而第三個很重要的功能是解毒 身體內都會製造很多毒素 或者經腸臟吸入不少毒素 都是靠肝臟化解毒素的 肝臟除了可以產生懸發性肝癌 或者轉移性肝臟的惡性腫瘤之外 亦都常見有幾類非惡性病變 很常見是水浪或狼腫 可以在肝臟出現 另一種比較常見是血管瘤 第三類是局部性結節性增生 第四類是肝臟腺瘤 肝臟腫瘤 肝臟腫瘤絕大部分都不是惡性腫瘤 我們稱為水浪 或者包膜比較厚 我們稱為狼腫 另一類是多狼性肝臟水浪 那類病人除了肝臟有水浪之外 肝臟腫瘤也有很多水浪 肝臟腫瘤 另一種叫肝血管瘤 也常見 這些血管瘤其實不算是一種腫瘤 只不過在某個區域 血管比較密集 這些多數都是與生俱來的病變 接著一個人的發育成長 血管瘤就越來越大 但其實大部分也不需要處理 因為大約八成以上 這些血管瘤都不會一直大 這個情況是絕少需要做手術 肝臟局部結節性增生 這種不是腫瘤 只不過某個區域在肝臟裡 細胞的組織是比較異常 它亦有特徵可以從掃描 核磁共振或者正掃描 可以做個斷症 如果斷症是很有信心很清楚的話 這類情形是不需要做手術的 亦都不需要做一個活檢的 而這類病變 一直大的機會亦都非常犯意 所以大部分都不需要做手術 肝腺瘤是良性的腫瘤 最多出現的是一些二十歲至五十歲的女士 尤其是她們接受著口服荷爾蒙的治療 例如避孕藥 這些腫瘤是良性的 而她亦是再長大的機會是很小的 但我們要看清楚 斷症要清楚 即是在掃描或核磁共振 我們要看清楚她的特徵 然後做個斷症 但如果這些腫瘤越來越大 亦都有機會會出血 甚至有一個很小的機會 是會有惡性的產生 所以我們要長期觀察 定期看著 這樣才安全 總括來說 肝腫瘤無論是狼腫 血管瘤 局部結節性增生 或者是腺瘤 如果她的體積已經很大 而有壓力 按住附近的器官 例如胃或者十二指腸 就真的要考慮用手術的方法 將她切除 這樣便解決了問題 肝臟有修復能力 但我們不要因為這件事 而不停令她受創傷 例如酒精 不停令肝臟受創傷 或者中藥或西藥 都會對肝臟有影響 如果長期需要吃這些藥 一定要定期檢查肝功能 看著你的醫生 才能確保肝臟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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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